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一盆这个蝴蝶蓝了 它现在呢是已经长出了一些花蕾了 那么就有话有问了他养了这个蝴蝶蓝呢 虽然长出了花蕾 但是呢 这个花蕾却出现了个黄化掉落的情况 就说出现了落垒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养蝴蝶蓝的时候 为什么他会出现黄化落垒的情况呢 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低温造成的 蝴蝶蓝呢 它是比较喜欢温暖的环境 如果呢 这个环境温度太低 就会呢 导致它啊 产生一些冻害等各种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基本上啊 左右的花苞呢 它全部都是黄了 而且呢 叶片呢 也有一点尾粘下水 而且呢 展示不太好 那就说明了是因为低温导致的 那么我们在养蝴蝶蓝的时候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 环境温度呢 至少在15度以上 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合它这个花苞的生长和开放 要不然花苞就会黄化脱落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空气湿度太低导致的 绿蝴蝶蓝呢 它是比较喜欢这个湿度高的和环境 那么如果湿度特别的低 空气的特别的干燥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蝴蝶蓝的花苞啊 它是一点一点变黄的 不是马上全部变黄 是一点点慢慢的变黄 然后呢 叶片的颜色也是比较正常的 整个植株看起来也是比较健壮的 那就说明是因为空气湿度太低导致的 那么如果湿度比较低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进行这个加湿处理了 我们可以呢 经常在它的叶面上喷洒水污来增加空气湿度 花梗上呢 也可以喷洒 但是注意 我们喷洒的时候呢 这个水呀 不要喷洒在这个花苞上面 如果把水呀 喷洒在这个花苞上面的话呢 就会导致你的花苞出现一个腐烂或是脱落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在养狐蝶蓝的时候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这两点 如果忽视的话呢 这个花苞啊 就黄化脱落 那么就没有花赏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